欢乐送二日前正在热播中 大街局也不断在网上曝光 继公众号音乐老玩童八大 大街局中 文美变成了五彩 第一彩安迪 安迪未会先运有了小宝总的孩子 而小宝总妈妈 因为知道了安迪有识心疯的经验 坚决反对两人的感情 最后安迪间接借着薄妇之手 害死了包妈妈 虽然两人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 但是这样的幸福算幸福嘛 第二彩取消消 累积了艰难才和赵医生走到了一起 但最后爸爸破产 爸妈离婚 第三惨 反胜梅 耗尽了耐心 同情心和爱心的王百川 最后买了房子 也不愿意写上反胜梅的名字 导致分手 最后反胜梅也没有和剧中的陈佳康在一起 安迪给他介绍了一个律师 两人相互来点 算是一种开放结局吧 第四惨 秋云药 被运情省弃后又复合 和安迪的幸福一样 这样的幸福不好评价 但最惨的还是关娟儿 遇到了音乐才子 血童 但是两人的爱情并没有甜蜜很久 因为血童 关关和父母脑翻了 又因为取消消对血童的调查 血童和关关的关系破裂 最后因为安迪的原因 关关的大号前程也丢了 最后的结局虽然是开放的 但是开始时后 温温二亚的关关 走到这一步 不得不让人心疼他 感谢观看